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说一下法院法律拍卖的事情 因为最近有一个拍卖成为热点 大家都是想让我说一期这个拍卖具体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事我也没有特别的接触 而且这个法律拍卖我们都知道故事很多 就是说拍的价格高,拍的价格低 到底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就算在美国 法律的拍卖经常也拍的很低 就算你的房子欠物业费 人家给你拍卖了 可能拍卖款就顶点物业费 你想想他拍卖给你拍的多低 拍卖价值和实际价值天壤之别 在这里头干法律这行 基本都是知道这个属于常识 你要指望说法律拍卖能够像古丸拍卖 像加士德,像树西笔这种样的拍卖 那这事是做不到的 而且那种样的拍卖 拍卖公司的承担的责任还是非常的大 比法院的这个拍卖可能承担的责任还多一点 毕竟他有公司的品牌 在里头他这个牌子是不能砸的 对于法院来讲 实际上在世界各国都是叫做无所谓 你们自己看清楚了去拍 而这个法院的拍卖物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讲这些故事 就是说这些拍卖物会变得极其的不透明 不透明的问题才大 你像前边我们去评联想 为什么我们联想能评呢 就是联想啊 他这次最后被大家评惨了 最关键的就是他一个透明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想到境内上市 上市呢他得提交上市报告 上市报告一拿出来以后 大家一看全都透明了 然后他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根据他的上市报告来说嘛 对吧 而且他是一个上市公司 他也要有定期的联报公告 做的是非常透明的 而且联想成为了热点以后呢 各种网友 又拔出来了各种信息 各种证据都是很透明的 但是你要对一个不是这个的资产的去拍卖 那有可能就是非常的不透明 比方说你拍卖的时候 可能债权债务就跑出来了 还比方说拍卖的时候 过去有个话嘛 叫做加油万贯带毛的不算 就是说这个公司 他主要都搞养殖的 搞什么的 你这些养殖啊什么的 说哪天出事啊 那就哪天出事 你一下子说有疫情了 全部的这个种情不杀 你怎么办 对吧 政策要求你全杀 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讨价余地 这种的风险因素很大 而且这里头的每个种情里头 背后的种系 谱系 什么各种东西 他的资料你要是拿不着 一分钱不值 知道吧 他的那个普系的遗传关系 继承关系 清源关系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里头啊 他的财产不透明 而且财产很多东西 没拿着 这就跟你去买法拍房 就会价钱低好多 对吧 为什么法拍房价钱会低好多 而且在这个拍卖里头 法院他也常干一些各种样的事 你像原来我待的那个小区 人家把小区的会所就给拍卖了 然后拍卖了以后呢 倒两手卖给政府了 政府就给你开医院了 对你小区影响就很大呀 而且拍卖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去看着 他拍卖的时候 写的是再见工程啊 你按照工程拍卖意味着什么 你开发商的权力义务干什么的 你这个拍卖方都得继承下来 到执行的时候 法院给他变成房产了 那就差别大了 我要是知道他是变成房产了 我也去拍卖 对吧 这个故事的话呢 差别多了去了 所以在这个里头啊 实际上我关心关心 这个里头到底怎么执行的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 就是说法院的执行的细节上 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利益输送啊 干个什么呀 但是这个利益输送干个什么呢 其实这个证据啊 不太好抓 因为它并不透明 你要说透明出来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透明出来呢 是另外的样子 其实对于上市公司 对于公司的评价和投资 在西方的市场 西方的真正搞市场经济的 最主要的讲的是什么 就是讲透明 让社会去判断它的好坏 但是法院的拍卖 在西方也不是那么透明 西方的对于法庭来讲 中国还说呢 对法院可以新闻监督 西方实际上是不许你新闻监督的啊 西方审判的时候 你好多的时候 对于审判的录像啊 对外头播呀 干什么的 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包括对于审判的内容的 往下讲 这个是西方 就是说他不是说 你啥都舆论监督的 你要知道这个里头 法院的里头的问题啊 其实有些人 把法治弄成神圣化了 其实这个法治里头啊 背后也是那一拨人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那样的 只是说你这拨人是哪一拨人而已 是搞法律的那拨人 还是搞行政的那拨人 最后都是一拨人 这才是西方统治的真相 所以对于这个法律的拍卖啊 实际上我们其实注意的话呢 是在整个西方司法界里头呢 都是非常难看的地方 就是司法界里头 它的难看的地方 它不在于你的判决 它在于这种拍卖啊 在于这种执行 现在可能大家对这里头的问题啊 希望大家关注的更多一点 因为这个法拍房本身 你真的去买买房子就知道了 法拍房本身那里头 为什么便宜 就算公开拍它也便宜 然后呢 你能了解清楚 里头有多少雷的人 谁就能赚钱 所以这个信息很值钱 真正值钱呢 就是信息 最后你交易的时候呢 人家说我公平的拍的 对吧 至于这个信息 怎么露出来的呢 那这个人家讲了一罪从无嘛 你就慢慢明白 一罪从无是给谁的 把这想清楚 才会知道好多事情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